好,我們這支影片要來證明Tiler展開式 Tiler展開式說的是說 我們如果在一個Analytic Domain裡面 就是一個韓式在Analytic的範圍裡 那我們選擇一個Z0 在這個Z0的周圍我們可以畫一個圓 這個圓它都落在我的Analytic Domain裡 就是我可以讓這個圓越畫越大 畫到邊緣接觸到它不Analytic的範圍的時候 我們再停下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在這個圓的範圍裡面 任意選一點我選Z 那我這個函數值FZ 我就可以展開成一個多項式 那我們這個多項式它裡面每一項會是Z-Z0的次方 那係數會是AK 那如果仔細看的話 我們每一項這個AK的係數會長的是這個樣子 K接分之我的F為分K次方然後帶入Z0 那再乘上Z-Z0的K次方 就是Z-Z0K次方的係數 那我們要證明這個的話 就是利用到這個科系積分式 我們第一個利用科系積分式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說我的這個FZ 現在Z變成是一個 要把它當作一個常數來看 它是一個落在我們 這個以Z0為中心 然後畫的一個圓 我們畫的一個圓 以Z0為中心的一個圓 這個範圍裡面 我的FZ都是Analytic的 也就是說它可以用一個積分的值來表示 那所以我們用科系積分式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因為我的FZ是一個常數 那現在我積分用S當作我積分的變數 所以我的S-Z放在分母 然後積分C沿著我們剛剛這個圓做積分 結果除上2πi 得到的就會是我這個函數值 這是我們在科系積分時知道的 那這個時候 我在把原本我分母裡面 積分裡面的分母的部分 我扣掉一個Z0 然後加上一個Z0 這邊是負負得正 等於扣掉一個加上一個 所以還是一樣 那我這個Z0是我的圓心 S是在我的圓周上 C的圓周上 然後Z是在我的圓的裡面 所以我Z-Z0 就是我圓裡面任何一點到圓心的距離 一定比我的這個圓的半径更小 我們這圓的半径用大R來表示 那這個距離我們用小D來表示 這個我們最後會用到 好 我們再回頭來看這個科系積分式 我們現在可以寫成這樣之後 我們再把裡面每一項 都展開來 就是我們把前面這一部分 除上S-Z0 所以我前面提出S-Z0 原本這一項剩下1 後面這個變成是 Z-Z0除上S-Z0 然後我再把後面這一項拆開來 就變成這個式子 這邊喔 這兩個等號其實 只是把它寫法稍微改一下 把我們的這個FZ Fs提到前面來這樣子而已 我們得到這個式子以後 我們看接下來 它的寫法可以再利用我們的這個 數列的表示方式 我們現在 以前我們看過說 1-Z1分之1 是等於1加上Z加上Z平方 加一直加到Z的N-1 然後再加上一項是 1-Z分之Z的N次方 我們知道有這個極數 我們現在把裡面的Z 都換成這一項 S-Z0分之Z-Z0 所以我們就可以展開這個式子 那只有最後一項長得比較不一樣 最後這一項我們再 改寫一下 就是我們把這個S上下分子分母 都乘S-Z0 乘上來的話 這個變成是 S-Z0-Z再加上Z0 就變成是S-Z 那原本的分子這一部分 有一個除上SZ0的N次方 那因為我分子分母都乘S-Z0 所以現在這邊剩下N-1次方 那原本分母的N次方就還是留下來 所以最後一下 變成這個樣子 那其他的都還是保持一樣 從 我們1可以當作0次 1次2次到N-1次 然後最後再加上最後剩下這一項 也就是 我們原本這個式子的 最後一部分 在積分裡面最後這一部分 會展開成這個數列 那我們再把這個數列乘回去 乘回去以後 我的原本的FZ 積分 乘上這個數列 乘上這個數列 我們再把每一項都展開來 第一項是乘1 在這邊 第二項 乘上一個 S-Z0 Z-Z0 第三項就是平方 然後一直到N-1次方 一直加加加加加到N-1次方 這個都是我們從數列裡面每一項乘出來的 那當然數列裡面的最後一項 會長得比較特別 是這一項 我們乘在這裡 這個是我們數列的最後一項 那這個數列乘進去之後 我們再整理一下 就會發現說 我們的現在 這個Z-Z0 和S-Z0 它的 應該說我每一項都會多一個 S-Z0 都會比Z-Z0 多一項 多一次 而且其實我的Z-Z0 是一個常數 因為Z是一個常數 Z0也是一個常數 現在我的變數是S 我積分是對S積分 那我第一項 我們照寫 第二項 我的S-Z0和S-Z0 兩個乘起來 會變成S-Z0的平方 那我分子有個Z-Z0 我一樣留下來 一項一項寫下來之後 最後一項是 S-Z0的N次方 因為我原本這邊是N-1 這邊再多乘一項 S-Z0 S-Z0 那分子的話是N-1 那最後一項一樣 乘下來 保留起來 然後到這邊以後 我們可以把 每一項的Z-Z0 先提出去 S-Z0提到積分外面 因為它是一個常數 然後一項一項提出來 最後一項是Z-Z0的N-1 最後一項還是保留下來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又可以再用一個 科系積分式 就是把它換成為微分的形式 因為現在我們的 積分裡面的 這個分母 除了第一個是一次以外 第二個是二次 一直下去到最後一個是N次 那我們 這個可以直接用科系積分式 轉換 這個的話 我們就用一次微分的結構來轉換 到這一項的時候 我們用N-1次微分的結構來轉換 所以換過來以後 我們得到的式子 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是第一項 第一項在這邊 第一項從這邊就可以了 第一項在這裡 第二項 科系積分式轉換在這裡 最後一項 在這邊 那還有一項 我們把它寫成RN 表示它其實是一個殘餘的數 就是 我們原本這一項長得比較奇怪 這個數字裡面長得比較奇怪的這一項 就是 我們現在的RN 那我們其實是希望這個RN 等於0的 或者至少逼近於0 因為我們前面的這一項 我們已經成功的把 我們的 Tiler展開式的每一項係數都找出來了 我們可以把這個式子跟最前面的這個結果 比較一下 其實是一樣的 我們會仔細比較一下 它其實就一樣 分母是K階 然後分子的話 我有F微分的K次 然後Z-Z0的K次方 從K等於0次到無重的R次 那跟我們現在 這裡所看到的結果是一樣 從0次到N-1次 那只要我的N 趨近於無重大的時候 我們這個級數就是會 積分 從K等於0到無重大 就完成了 就跟我們的Tiler展開式 想要的一樣 所以再來我們是想要把這個 殘餘的這個部分 讓它證明它是等於0的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利用的是這個ML-Bound 也就是我只要證明我的這個RNZ的絕對值 逼近於0的話 那我的RNZ當然就逼近於0 那我們先假設說 我的這個Fs 這個函式 也就是Fs是 現在我是在沿著這個圓做線積分 在圓上的值 最大的值是M 最大的值是M 那它的絕對值最大是M 然後我的S-Z0 S是在圓上 所以S-Z0就是我的圓的半徑 那Z是在圓裡面的一個點 所以Z-Z0 我們假設是D的話 它會比半徑要小 所以D會小於R 那我這邊還有一項是S-Z 那我看S-Z我可以寫成S-Z0 再扣掉Z-Z0 那我這個結果是相減之後再求絕對值 會大於求完絕對值之後再相減 所以會大於我S-Z0的絕對值 扣掉Z-Z0的絕對值 那前面這一部分就是我的R 因為S在我的圓上 那Z-Z0是等於D 因為Z在我的圓裡面 所以這些值我們都有 那我這個RN的絕對值 原本是要寫這個積分式 那我可以把它求絕對值之後 兩個相乘 我再把它分別求絕對值 就變成這邊的結果 積分式外面的部分 取一個絕對值 積分的部分我們取一個絕對值 那這個結果的話 又會比我們取完積分之後 再求絕對值 會比取完絕對值之後 再求積分更小 所以我們取完絕對值之後 再做積分會比較大 那前面這個在積分原本外面的部分 我們是2πi 那分子的部分是Z-Z0 Z-Z0就是D 所以前面這一部分 就變成2πi取絕對值是2π 那Z-Z0取絕對值是D 所以這邊是2π分之D的N次方 那我們再看積分式裡面的東西 這部分取絕對值的話 我們也可以一項一項拆開來 變成Fs的絕對值 除上S-Z的絕對值 再除上Z-Z0的絕對值 DN次方的絕對值 那Fs的絕對值 最大就是M 這是我們剛剛定的 這是M 那S-Z的話 我們剛剛看過了 這個結果 會等於R-D 我們就把它寫成R-D 然後S-Z0的話 等於R 所以這邊是變成R的N次方 所以每一項都有了 那這個結果 又會比原來的要更大一點 因為我們這邊 我們把所有的Fs的絕對值 都帶M進去 就帶裡面最大的這個 所以結果會更大一些 所以我們就會再得到這個式子 那這邊等到 這是我們用了ML棒裡面的M 找出來 我們N的部分 就是這些數 全部都是常數了 二拍是常數 D是常數 R-D是常數 R是常數 M也是個常數 我們找到一個最大的常數 就是我們MX的值在這邊 那L的話 是我積分的路徑 我積分的路徑是積一個圓 所以積完之後會是二拍R 所以前面這部分 是我們M有棒的M 後面這部分是我的L 那兩個乘完之後 我二拍消掉 那D和R 湊出來變成R分之D的N次方 那我的R-D留下來 最後這個R跟M 乘在一起 那這邊我們發覺說 其實R-D M乘R 這些都是有限的值 那我知道說我的R分之D R是比D要大的 R比D要大 所以R分之D的N次方 最後會趨近於0 當我的N趨近無窮大的時候 這一項就必須於0 那我這一項結果是等於RN的絕對值 所以最後我這一項絕對值 就是比D近於0 最後RN的這個數 就比D近於0 那我Tiler展開式 的最後這一部分 就比D近於0 然後Tiler展開式就成立了 就是我的FZ 只要是落在我Analytic的範圍裡面 那我就可以隨便選一點 只要我的展開的 係數夠多 展開的像式夠多 比D近於無窮多的時候 那我這個就可以用一個 極數來表示一個函數值 這就是Tiler展開式的作用 好我們證明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